歡迎繼續回到要塞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依然問答的時間 身邊嘉賓繼續都是遠子Herry在這裡 Herry 你好 等待家庭觀眾打電話給你跟進各別股份 跟進百例國際偏後1880 現時股價繼續向下跌不停 看到50%低位5.4厚勢 現時跌超過6% 做5.69 自從公佈第三季的銷售銷銷售跌了一成後 股價已經開始展開跌勢 跌勢越來越急 百例怎樣算?有沒有支持位? 支持位是看不到的 沒得看的 因為路正在下 不是以周低位無底深淡跌下去 但是怎樣處理這股份呢? 我覺得去到這麼低的位置 可以嘗試博反彈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今天那個情況 主要是跟隨市況下跌 但是博反彈的因素純粹是技術的 因為以往百例的走勢波幅很大 純粹是資金如果湧進去 可以駁一個幾毫子的水位 比如說5.69 你看到5.6左右 你就駁回4毫子 我也有些水位吃 百例說回它的基本因素 品牌老化 自不然是這個題目 如果你計算它旗下的一些 除了GP、JAPA 可以有一個比較年輕的路線之外 其餘的一些品牌 雖然雖然是耳熟能詳 但是對於消費者的刺激力度 或者吸引性 就很明顯覺得是比較老化了的品牌 所以就百例來說 如果你說在高跟鞋市場 本身內地人的消費 在三四年前就很輕買高跟鞋 因為在高速Penetration Rate的年代 滲透率低 你看到增長性很高 但是經過前幾年的高速增長之後 其實現在 從內地的股民來說 其實有或者是消費者 主要都說的是買體育用品 都不是買這些高跟鞋 所以加上品牌 其實見到很多外來的品牌 再加上新興的品牌衝入市場 其實你會見到 那麼多個月 那麼多季出來的 銅店銷售都有個下跌趨勢 而百例也見到這個趨勢 集團的管理場都試過做一些 不如看內地體育用品那邊的分銷 現在都佔了收入很大的比重 但是上一份的一些所謂的營運數據走出來的時候 給大家一些很失望的數字 其實銅店銷售以往都有個雙位數字 今次只有單位數字 就縮了幾多 所以這個情緒上面 大家都挺看淡 百例來的前景 所以大家 我不反對大家可以駁一駁去一個反彈 純粹跌得太深 如果以7倍PE 我覺得它不是特別便宜 所以 以這樣的形勢上 百例大家要留意 技術性的因素可以駁一下反彈 但基本因素上 無論我這樣說 大行 甚至市場 都看得比較淡 我想和你談談 就是瑞順份報告 預料 是百例在第四季 銅銷消息將會跌回一成 目標Galadea已經下降了 去到7.1 依然給中性投資評級 他說到 基本面 預料一略一至兩年就會反彈 而估值近乎見底 亦都說到 就是負存方面的問題 暫時來說 維持健康 這些比較正面的看法 你自己認不認同 如果你計10000來說 基本面要反彈的話 一是體育用品 分銷那邊 叫做做好一點 現在是單位數字的增幅 給市場 一個不太好的看法 因為 以往 每季銅店銷售 增長速度加快 有一個良好的趨勢 今次這個數字 一出來之後 就打沉了市場氣氛 為什麼我說 股價之前 裂口跌下來 是有這樣的原因 是回到的 另外 如果你看看 庫存數字上來說 沒有惡化 但都是一個高的數字 雖然我覺得 高跟鞋 其實 來來去去的款式 不是太過影響 因為 牌子 不是做到 好像一些很高檔 LV 或者 飛得雞毛 它有特定的 Special Edition 又或者 2015年的 款式 是會跟2014年差很遠 會突然間 建立一個潮流 它的品牌已經老化 不會有一個潮流 我覺得 庫存問題 不是太過影響 但問題是 都是這麼高庫存的話 其實 每一季的季味 都要做多少折扣 才可以清掉庫存 所以暫時去看 又倒轉地看 那個款式 如果不是那麼特別的話 其實 可能不是 阿MAT 你自己 都可能等到 有減價你才買 反正都是這樣的 所以 那個銷售情況 瑞信憧憬 它會有一個回升 看來都要一點時間 所以暫時去看 短期薄反彈 我會OK的 我覺得 一個不錯的看法 但是你說一個轉勢 或者接下來 有一個大幅地增長 又未必這樣看 Harrie 我們有電話進入了 我們聽聽家人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有張小姐 你好 你好 張小姐 請說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樓上邦搞購買了渣打的 一路都沒有反彈過 我想請問一下 那些子彈匯和子彈匯 大家有多少 好 見到雜達集團二百八百 現時股價正在58.75元 跌超過百分之一 最新正在做 見到最低位 也繼續破底 58.2元 交流觀眾60元9毫有貨 都是在捱價 這時候買下來都想反彈 但見底了嗎 沒得說見底了 都說了 如果你用技術因素去看 就應該找人的反彈 又不至於差得那麼厲害 但問題是大家一直在等 所以我覺得 不如你看到58元 樓下都穿著的話 你離開貨 因為無謂跟它搏 因為整體市況 對於基本因素差一點的股份 其實都是有負面的看法 好像低著還未算低 所以如果你看到58元都守不住 不如離開貨 如果是反彈去大的世紀都會呢 反彈去都大概在家鄉價助近 我多給它一點 都是62元左右 所以形勢上 大家在看渣打 都可能要重組多久 而中間 之前在駁的因素 就是公股價和現價 有一個套燈去炒 但現在現金的股票 現階段都沒有了這些因素的話 市場對於渣打來說 就是一個官旺的狀態 官旺的狀態做了些什麼呢 人們就沽貨了 因為跌 根本是在重組整個市場 張小姐 其實你本身自己有沒有公股 沒有 沒有 應該六十多元沒有公股 沒有公股 沒有公股 你正在看58元 一穿的話就不如離開 好 還有誰想問 請說 把他換了匯豐 行不行 將他換匯豐 那本身自己駐馬多不多 不是很多 好啊 見到現在匯控 股價來說 都穿了60元這個支持位 現在做59.4元 都跌1% 鑽馬匯控又好不好 人們說阿家息對他來說有利 其實是否真的幫到手 鑽馬好不好 專招道理 其實是渣打和匯控都好 只不過匯控 都覺得基本因素就好一點 起碼大家不會 challenge他的資產質素 所以可以這樣轉轉過去 反正 60元以下都算是挺抵賣的 其實對於匯控來說 所以等一等 你向下看的時候 起碼五十六個多 一定有的支持 我先看到底線 渣打我看不到底線 所以暫時 如果你賣渣打換匯控 起碼心理上都覺得穩妥一點 好啊 麻煩了 就是Harry 這次時間差不多 完結前和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版法的最新表現 我看見到匯控 現在匯控是跌1%最新報59.4 跌超過2% 報36.4 大眾金融暫時沒有升跌 報3.64 謝謝Harry 這次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新報 提及過的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其他直播環節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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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